有一影片較長 會分成三個部分 這是第一集會分析及說明馬桶容易出現漏水的幾個地方 第二集介紹紫水皮的款式和設計 第三集會實作更換紫水皮喔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這個馬桶有漏水的現象 目前看起來的話它就是 你可以聽到細微的水聲 可能5分鐘10分鐘或不定時的 它會有馬桶進水的吸那種進水的聲音 我們今天就要來看一下這馬桶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這邊把麥克風放靠近一點 讓各位聽一下那個聲音 然後我們再來聽一下這個上面 聲音有點小 盡量讓各位聽一下 就是它會聽到那種很細微的那種流水的聲音 水箱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聽到好像有那種水露出來的聲音 首先我先跟各位說一下這個馬桶 比較常見有可能露水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大概是什麼問題 因為今天這個狀況是紫水皮的問題 那我們會有實作的過程拆卸跟安裝 然後拆卸下來舊的 我會跟各位介紹一些紫水皮的款式 以及紫水皮為什麼會露水 為什麼需要更換 舊的紫水皮跟新的紫水皮 到底是有什麼差別 那請各位耐心的觀看 我希望說把我所知道的知識都傳達給各位 還有一些在安裝上面 特別需要注意的一些小地方 一般馬桶露水呢 像這樣子從裡面露水 水會從這個裡面然後邊緣露出來 但是像今天這種現象的話 它不是很明顯 所以你有時候肉眼看不出來 因為水又是透明的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做檢測的話 提供一個方法 就是你往水箱裡面倒墨汁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會有黑色的水流出來 那就會非常明顯 第二個馬桶露水的地方 有可能從這個把手這邊露出來 還有就是會從像馬桶水箱的這個洞露出來 從把手跟從這個洞露出來 基本上就是你的水位設定太高 另外一個有可能露水的地方 就是這個進水器連接這個軟管的這個地方會露水 如果這個地方露水 一般又不是你的牙沒有鎖好 或者是你的牙鎖歪了 或者是你這個地方需要放一個橡皮墊片 你沒有放橡皮墊片 它就會從這邊露出來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這個進水器鎖在這個水箱的這個地方 也有可能會露水 如果你這個點也沒露水 但是你這個水箱邊緣摸起來有點濕濕的 那很有可能就是你的水箱有裂痕造成露水 再來另外一個地方有可能露水的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水箱連接這個馬桶之間這個地方 你可以用手摸到這個邊緣濕濕的 就是這個水箱跟馬桶銜接的地方 它有一個橡皮 那個橡皮老化了 或者是那個橡皮安裝不好造成露水 那還有一個地方有可能露水就是這個邊緣 你如果看到你的馬桶上面上面都是乾的 在這個地方老是濕濕的 湖水泥這個地方 這個原因呢 基本上就會是你的馬桶在安裝的時候 馬桶銜接地板排糞管的地方 會有一個叫做法蘭的東西 一個有點像泥的東西 把馬桶跟排糞管密封起來 那個地方沒弄好 以上說的呢 就是馬桶有可能發生露水的地方 然後跟可能的原因 今天不會專注在那邊 我們今天專注就是在 這一台馬桶目前的狀況 就是這個裡面會流水 然後馬桶這個進水器這邊 會有七七楚楚的聲音 然後三五分鐘十分鐘之後 它就會開始蓄水 原因就是這個馬桶這個 黑色的這一塊紫水皮 它沒有辦法完全的紫水 造成水會一直往下流 從那個紫水皮流的話 就會從這個地方流出來 就像我們平常馬桶沖水 這個周圍整個這樣子流出來 那看你的水量大小 水小小的話 它可能就會從低處的地方流出來 馬桶的這個整個周圍呢 這個 輪下面 它都是會有那個孔 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那一個洞一個洞 水就會從那些洞流出來 馬桶的漏水 如果從這個範圍裡面漏水的話 99.9% 都是紫水皮的問題 就是這一塊黑色橡皮 剩下的0.1%的可能呢 就是橡皮下面的那個塑膠管 如果你下面那個塑膠管呢 真的很久了 它也有可能 比如說變形啊或者脆化啊 造成缺口 那雖然你換了新的紫水皮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完全的紫水 不過那個機率就非常的低 這集就分享到這邊 影片製作不宜先幫我按個讚 下一集我們會跟各位介紹 紫水皮的款式和設計喔